其实各地都有元宵的活动 像是宜兰就有马祖绕境 希望可以借马祖的神力消除瘟疫 澎湖传统的元宵起归活动 三百九十两重的大金归亮相 也是以不少民众来祈福 鞭炮声响起元宵节这天 马祖带领着信众走过大街小巷 宜兰的利泽检永安宫 今年以徒步绕境的方式 要为乡里去除瘟疫 众人举起香火 内心虔诚祈求 早期鲜明渡海来台 马祖信仰稳定民心 今年疫情未结束 庙方决定不因疫情取消传统 要让民众祈福 而画面转到澎湖的山水上帝庙 一样也是虔诚信仰 抱着龟壳舍不得放开 希望得到金归保佑 这只闪闪发亮的巨大黄金归 双眼炯炯有神抬头向上看 造价两千五百万 是全台最大的黄金归 成为元宵祈归活动中的最大亮点 太大钱了很快乐了 今年元宵节受疫情影响 不少活动因此取消 但澎湖各宫庙的祈归传统依然照办 热闹的元宵节希望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华世新闻张正卫 陈能正黄冠简 林志纯 宜兰澎澎湖 总和报道